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來講個比較新手相的 地下城必購買雞碎片的建議優先順序 我這邊就大概介紹一下各個角色的用途 然後建議一下升星升專武的順序 升星升專武的順序是如果有要開專武或是滿專武才按照上面的順序 如果沒有要開專武或是沒有要升滿 可以把那兩個步驟跳過 另外由於升三星看完羈絆劇情以後可以拿到很多屬性 所以建議所有角色都是先三星再考慮要不要裝專武 而各個角色的專武效果之前有做影片介紹過了 我下面會貼連結 為了控制影片長度 我這邊就不會對專武做太多的介紹 第一個角色是小望 大家的平民坦克 在遊戲前中期不管是推圖 競技場 露娜塔都是非常實用的坦克 由於升星非常容易 所以五星的時候其他坦克通常還在三四星 這時間小望就會比其他坦克硬的多 前期要推圖推的順 還是蠻建議把小望盡早升上五星的 專武的部分對於小望的坦度還是有不少的提升 建議至少要開出來 如果有餘力或是覺得還不夠硬 再升到滿 第二個角色是美里 是一個推圖非常好用的補師 除了單補能補一號位的坦克之外 還有UB全補可以補所有人 是結合了補坦跟全補的補師 比起其他只會單補或是只會全補的補師 有時放美里可以省下一個位置放傷害輸出 加上新手早期需要打的地下城號的關卡 會需要用到團補補師 那美里在前期是很推薦優先升到三星 第三個角色是零 這個角色這個月專武剛實裝 特色是可以大幅提升己方單位的魔防 然後UB能補一些血 實裝了專武以後會從倉管變成實用角色 在一些場合都有上場機會 但對新手來說 松鼠專武的優先程度並不高 而沒有裝專武的松鼠就是個倉管 所以這個角色我建議是可以先擺著 等公主心夠多之後再來練這個角色 第四個角色是凱流 是一個後衛的魔攻角色 基本上有泳裝凱流的話 普通凱流可以先不練 練泳裝凱流就好了 但是會看這部影片的應該在泳裝池的時候都還沒入坑 沒有泳裝凱流的話 普通凱流還是建議至少練個三星 開個專武來降防 遇到一些需要用魔法打的王或是怪 才不會沒有法系角色可以用 第二個角色是優花梨 俗稱酒鬼 在目前版本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強的角色 在各個場合都是 包含了戰隊戰 競技場 推圖 露娜塔等等 這個角色強的點在於 裝完了專武之後 1技的補量非常驚人 並且會有8秒的持續回復 這個治療量比起其他的單補補師來說是高出不少 而UB的全隊魔法護盾在面對會放範圍魔法傷害的場合來說 也可以視為全補 在地下城HARD關卡跟EX關卡也是很重要的角色 強烈建議這個角色可以優先三星 而專武等級是遲早要滿的 如果覺得補量不夠高可以持續的提升專武等級 專武等級給了很多的治療上升屬性 可以提升非常多的治療量 第六個角色是倩理 也叫做妹法 本身的2技有降防 而裝了專武之後 1技也能降防 是有兩招降防的法系角色 在法隊裡是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由於UB會給全隊一次的吸血機會 也算是半個補師 這個角色對於要出法隊的時候還是蠻重要的 是個遲早要練的角色 在其他優先度比較高的角色練完之後 有餘力可以來練練妹法 第七個角色是空花 在專武時裝前就是個抗法系特化的法坦 是目前遊戲裡所有坦克裡最能抵抗魔法傷害的 但碰到物理傷害倒得非常快 由於新手只有在競技場裡比較會遇到對方的傷害組成幾乎都是法系的配置 在活動 推圖 露娜塔等等場合 對面基本上都會有物理輸出 只要對面有物理輸出的情況下 空花就很軟 加上因為有嘲諷 所以就算是放副坦位也會死得很快 這個角色在前期非常難以使用 二星 三星要當副坦都不夠硬 至少要四星才勉強可以用 效果也不是很好 建議先把其他重要角色練起來再培養這個角色 這個角色算是比較大器完成的 在遊戲後期是競技場的重要角色 而專武時裝之後 空花對於要抗物理傷害也有很強的提升 所以儘管對於出場要求的星數偏高 這個角色還是必練角色 只是前期培養優先度沒有這麼高 第八個角色是深月 深月是個降防用的角色 由於這個遊戲裡降防是非常重要的 在破防量不足時 一個破防能讓隊伍的整體輸出增加非常多 而深月的功能就是可以幫隊伍補上這個破防值 但由於深月本身傷害不高 並且除了破防也沒有其他功能 所以如果是推圖 露娜塔還是活動 都會優先選擇能破防又能打傷害的角色 比如說真琴 克林 又或是除了破防有其他功能的角色 比如說黑棋 泳裝可可蘿 但推圖 露娜塔跟活動都是比較注重破防眼前的敵人 在競技場想要破防複數敵人 而且不是眼前1號位的敵人時 深月的大範圍破防就是無可取代的了 深月在競技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她可以越過坦克去降低對面中後排角色的防禦 這件事情是其他破防角色所做不到的 而由於深月本身的體質還算硬 站位也比較安全 生存壓力不是很大 加上升不升星打出來傷害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升星的優先度很低 反正深月只要能活著丟出破防陣就可以了 這個角色可以排最後面在升星 最後一個角色是真步 真步有三個特色 一個是她蠻高的單體補血 一個是2技會黑暗對面的2號位 讓對面狂跳miss 如果對面只有一個目標就會黑暗那個目標 只有物理傷害會受到黑暗影響 所以在一些關卡 對面的BOSS如果是物理傷害 放真步除了能幫其他角色補血以外 也可以降低王的輸出 有時候會有奇效 另外這個黑暗更常在競技場使用 可以壓制對面的2號位 讓她物理傷害打不出來一直miss 第三個特色是因為真步的EX技能是加物防跟魔防 所以真步在後衛群裡算是很硬的 比起那些軟趴趴的弓箭手跟法師來說硬的很多 如果推圖遇到對面的怪會狂打5號位 可以把真步放在5號位去坦傷害 由於真步一出來就三星了 加上EX技能又提升雙防 所以她的生存壓力不是很大 加上升星帶來的提升也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真步升星的優先度也沒有很高 另外真步跟小望一樣 也是建議如果沒有可以直接解放換出來不要等了 OK 角色介紹就到這邊 這個影片應該是我頻道裡最新首相的影片了 在製作這個影片時有遇到一些選擇上的問題 就是說會看這個影片的玩家應該都是比較新手的玩家 而這些玩家可能連地下城的角色都還沒湊齊 不要說角色用途了 對技能可能都不是非常的了解 但如果說要從零開始每個角色都從技能開始介紹的話 每個角色至少要5分鐘 那9個角色加起來就45分鐘了 顯然是要分好幾集來介紹這個地下城的角色 所以說要怎麼拿捏這個深淺就是個問題了 各位如果對影片有什麼意見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再看看後續如果要做類似的影片要怎麼做 那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訂閱並分享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imi